VizDeech的讀者,大家好,我是林小同 年纪活得越大 其实我越想保有一个赤子之心 那就品牌来讲的话 我还是希望它是一个有生命力的 随着年龄的成长 随着生活的记忆 它能越显成熟或越显丰富 能展现出历经生活记忆的丰富跟美好 艺术是感性多一些 设计是理性多一些 那所以对我来讲 我希望在设计上 可是它又是更为路视的 所以我希望它 我能做好一个很有趣的角色 可是能把艺术跟设计 做在一个很平衡的一个角度上 因为在品牌上 那我们在跟的是跟生活 然后跟市场上是息息相关 然后有任何的生活的体验 我应该这么讲 就是很多人讲艺术 用很多种方法在呈现 有画图 有用音乐 然后用拍照 对我来讲 就是用我的作品 用珠宝 来记忆每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 我用这些水平的时间 我用了个并不得纪念的那些 就是用台湯 就是用台湯 我用了个并不得纪念的 我想和气氛 我们学习的时间 就是用台湯 我们学习的时间 也会有些人 那是一声 我用台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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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的时候会对视觉的创意或冲击会很强烈 那所以在设计上 早期我们在过程上会是一个转换 那到了年纪之后 我觉得沉淀是很重要 它会很自然内化 然后再经过你的感受 你的作品会做不一样的深度的体悟吧 应该是这么说 其实我自己其实很真实 我常常在跟我员工或者我身边的人都讲 我觉得真正丰富的生活是有阴暗面的 或许人家对主宝设计师可能会觉得很光鲜 那基本上我们是 我觉得是生活活的光鲜 那可是我在过日子这件事情很真实 例如我也会很喜欢刺激的运动 那并不会说一定是一个很舒适的一个环境 那我像我喜欢骑越野车 然后骑重车等等 那都是一种对可能对刺激或者生活一种态度的追寻 有人说中小企业 好像十年是一个阶段 十五年是一个考验这样 那我不是这么去看 对品牌来讲 我应该好像跟一个男人的成长还蛮像的 三十而立 我希望真的三十的时候 他能站得很很很稳健 然后能在这个品牌市场上 很有利基点 适时而不获 适时的时候 我们对品牌对自己的定见 对自己的方向 甚至市场上的肯定而不获 然后 股时 那他们说耳顺吧 应该是说品牌所谓耳顺 就会希望就说是人人喜好 然后能很入市 然后在品牌上 能在一个品牌理念跟情感驾驶上 都能达到最吻合的一个对接 跟贴切的一个表现方式这样 所以我觉得 品牌就像一个男人 越来越有味道 而是有生命力的品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